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25號 也是農曆年的正夜14 明天就是顏曉姐 大家再過一天就是新年了 就是牛年已經行大意 就是凌霄過後 大家就更的要打丁了 那今天我們錄龍哥打怪的 第108集 那今天這個直播希望大家仔細看 因為今天剛好我們請到高雄國稅局檢任 這個督察高雄國稅局檢任 集合黃昆光先生他來講 來講太極門案他的荒謬108個夾 那我們分成為三大部分來夾 每個部分有36個夾 一共剛好365乘以3108 那今天的題目就是黃昆光打 核官人的108個夾 那我們分三個部分就是ABC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出發點他有36個夾 是什麼? 是指黑心、黑計畫 還有這個所謂的羅茲構陷 破壞政治整數 因為1996年12月19日 太極門案他假借宗教掃黑 其實是宗教抹黑 所以把人家正常的一個武術門派 說他是宗教 然後說他是黑的宗教 把他抹黑抹的一塌子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一個整數 那這種整數案件 在很多政治案件裡頭 我們常常會看到 就是羅茲入罪 莫西歐的罪名 然後呢 要害你 然後隨便瞎翻 假證人 假的檢體函 假的一些資料 假證據 一些都是假 所以他一開始 心數就是 不是正常的所謂的辦案 而是一個所謂的診數案件 所以政治診數 衍生出來的行案診數跟稅案診數 那這樣呢 到今年呢 已經進入25個年頭 還不能解決 那我們知道 這個案件對於台灣 所謂的法治國家 構成一個莫大的一個環洪 造成大家覺得 台灣有太子盟案 而且25年不能解決 其實台灣還是一個法治國家嗎 那為什麼1996年的案件 整數到現在 行案已經被平反 雖案 6分之5被平反 6分之1不平反 然後還把人家的 這個太極山莊 從本山呢 都給人家 沒收 沒收為國有 還講說 正正有持 那其實 一個政府 為了所謂的八千萬 九千萬 一億的錢 讓這這麼的形象 大受損失 所以 太極文案呢 這個 大家已經慢慢了解了 25年都已經了解 然後 一個平平白白 就好像一個人 平平白白在路上 被人家撞 撞了以後呢 故意被人家 逆向 故意被殺死車 被殺死車 工錢力破壞 工錢力還可以說 我呢 大部分 是不合法的 是我不對 但是小部分呢 還有六分之一呢 是你不對 有這種事嗎 人家是正常順向行使 就是你逆向撞到人家 那你可以這樣講嗎 所以 出發點的不對 這個很重要 就有三十六個夾 第二個點 手段呢 是有三十六個夾 手段不合法 也沒有正常的查稅的人 檢察官 是不是查稅機關的人 也不是啊 那檢察官 你還可以製造出所謂的稅單 還有在1996年啊 當年還可以製造出85年的稅單 那1996年 一二十九 你根本還沒有申報所得稅啊 所以這時候 我們知道 這個人不對 然後稅單的製造時機也不對 金額也不對 數量也不對 證據也不對 然後可斷更不對 臣性違反 那這個很嚴重 這裡就會發生所謂的 臣性正義暗黑的臣性 違反正當臣性 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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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難前 然後 假的刑案 假的稅案 然後 所謂的 假案 造假啊 然後霸凌人民啊 那這個是 民主法制的一個很奇怪 所以我們知道 臣性正義是一個非常重要 很多東西 如果沒有臣性正義 沒有俄華宋達 如果沒有經過 正當的臣性 可以讓這個 人民啊 有所謂的訴驗訴訟等等的 權力有反抗的 陳述錢 那這個東西就會違反 陳情正義 然後你的 所謂的 起訴 也不對 因為你沒有證據 然後 也找了 1980個人 的名單 但只有名單 也沒有問 然後 那名單就可以湊成 31億到32億 那這金額 所謂的 拯救會 這金額都是 都是隨便掰的 我們可以這樣做嗎 所以這個問題 程序上 你不能夠隨便加掰 隨便羅織 隨便胡說八道 隨便弄個金額 然後 怎麼會知道 31億 32億 是多少錢 你知道嗎 你知道 你現在過年 大家知道 你的十萬塊 是這麼重 然後如果 32億呢 是多少錢 那個是 好幾個房間的重量 那你太極門的掌門 有沒有拿到32億 然後何況 你抽32億的稅 他們本收入 應該要更多啊 應該上百億 或上千億啊 對不對 好幾百億 那金額更多 那你的財產在哪裡 現在 侯寬了 一直沒有幾證出 太極門 32億在哪裡 也沒有幾證出 錢在哪裡 所以這32億呢 變成一個神秘的 消失的31億 難道32億不見了 這個 你就可以起訴嗎 這個當然 就是一個很大的程序 不正義 這是造假 再來 西呢 實質的 36個假 我們知道 有正記法則 經驗法則 然後 一切呢 要有正記 所以呢 不能夠無中生有 沒有正記 然後下白 胡說八道 羅之構陷 那在這裡頭就會發生有 所謂墨西有 歪七 沒有正記的 胡說八道 然後所擠出來的正記 都是馬上被裁判 像蔡長斌 說他拿了三千萬 就到法院裡頭 再給他 裁判更多假 所以這問題 這就可以顯示出來 台灣太極門案 有這108個假 那分三個部分 36乘以30乘以3 108個假 像張維俠說 為什麼都是108個 表示以前人都有問題 都知道這問題 那我們就看這個 這裡呢 A是良心 要迴避 黑心 暗黑一城 暗黑的人 這個就不是 我們正常的檢查觀 那我們 侯寬人 能夠這樣辦案 那也是台灣法治的 負面教材 然後 另外 衍生出來的 張勝和跟習澤 也按照侯寬人 2.0百安這樣做 那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目前這種稅務問題 出了三大問題 第一個 就是人民要請求救濟 進來要交二分之一 現在改成三分之一 這個也不是憲法上 人民有訴驗錢 訴訟錢的正常表現 人民應該採用 人民有訴訟救濟 沒有被確定 沒有確定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叫人家先交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否則要強制自己 這是第一點 有問題 所以台灣的稅法 是一個荒謬的 是贊成 鼓勵這些違法換計的人員 能夠霸凌人民的一個華麗 這是不對的 第二個點 稅務人員有辦案獎金 這個辦案獎金 每年都要排1.33億元 這些東西 難道他們講說 沒有辦案獎金 他們就不足以養年 那後來又講 稅務獎金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所以只是鼓勵他們 讓他們不要去從事別的行業 其實是錯的 你說不是鼓勵人家 那你為什麼還說不足以養年 那你這又 稅務獎金又不是跟辦案有關 只是為了其他人 這講話都不對 所以這個稅務獎金 是讓稅務人員覺得很可恥的 就像以前教授 也要給教授績效獎金 我們所有人的教授都抗擊 都不要領所謂的考基獎金 所以台灣的教授才有格啊 台灣的教授比台灣的法官 台灣的公務員有格 因為他們沒有領這個考基獎金 所以台灣的人領考基獎金 考壓獎金 你就被人當這個壓來考 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點 這個績效獎金 還有獎金制度應該要毀掉 第三個點 就是動不動限制人民出境 讓人民呢 被你管制自由 那這些都應該要透過法院來審查 也沒有審查 所以台灣真的要改 台灣的稅制 法治 私化 還有公務人員 面臨要改 因為這些都是 讓這些 黑暗的勢力會繼續存在 所以第一個點 良心跟毀滅的問題 這個就是不能有黑心 黑計畫 黑目的來做 第二個點 就是程序鎮議也很重要 程序鎮議非常非常重要 在泰晶河岸委婉程序鎮議 然後瞎掰亂製造金額 然後也一個所謂的檢察官 也可以製造出最乾的草稿本 然後職業生跟檢徵獸來抄這個 這個是大家沒有聽過的 那這個東西會讓台灣的法治 丟人門城 丟人到底 第三個點就是實施生意 政績 有多少政績才能夠來定人家的罪 有多少所得 才能夠科人家的所得稅 然後如果沒有所得 數額都沒有 你拿來了三十二億 根本看不到三十二億 你怎麼科出六年三十二億的稅單 他竟然還想說 誠誠有詞 我呢 三十二億我現在把你剪成為百分之八 我已經對你有能力致盡啊 你能致益盡啊 你為什麼還不滿意呢 那現在我們隔壁裡這個黃昆華老師 我如果科你呢 三十二億 然後我幫你打成百分之八 我有沒有對你有恩啊 這個是張聖和講出來的話 這樣你聽得下去嗎 所以我們台灣是一個華製國家還是一個人製國家 台灣不按照政績 然後這樣還胡說八道亂詞 這樣甚至有大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黃昆華先生 他是一個非常研究書稅法定主義 非常認真 而且是正常的稅務人員 所以我們有正常的稅務人員 來顯示出不正常 那我們現在來再看一下 這裡有欠稅大母 第一名呢叫黃任忠 黃任忠呢欠十八點二五億 第二名是他的兒子叫黃諾 欠一八點二二億 還有黃夏黃欣平欠十二億 這必是欠稅大父 今年說要給他們特色 其實這根本是荒謬 待會兒講完看情況下 有時間我再請黃昆華先生講一下 這個原來不喪失的股票 更難可以課這麼多的稅 而且還遺產稅 還同樣的稅 又兒子呢可以治 爸爸可以治 兒子又可以治 然後這個所謂黃任忠 他以前他爸爸的司法院長 他爸爸 黃少古 然後你看黃少古 黃任忠 黃洛古 他們根本不把他當一回事 所以台灣的稅制 根本不把華麗人當一回事 那華麗人呢 也真的跟他相互配合 所以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 造假文化 掩護造假 造假造到多 竟然可以真的 起碼造了三十二遇 這種人最後呢 還有八十一年度的 那還可以執行 執行還可以執行八千八百多萬 後來加上什麼土地政治水搞一搞 要執行人家的黃地產 黃定要執行一 但是這樣很丟人啊對不對 你要平平白白 被你逆一下 被你殺死 就撞了 結果你不賠償 還不打緊 竟然還叫離家 被你撞 你還要割你身體的六分之一來賠償 這個是什麼奇怪的國家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 看一下 當時呢 我發了這個案子 毒藥 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個假案 其實它是一個 當時一個政治枕樹案 為了 1996 為了兩千年的刑期能夠勝訴 要把所有的宗教團體 有組織的團體呢 要控制 然後如果不乖 我就掃黑一米 抹黑一米 所以這個問題就這樣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太秦門案 政治枕樹案 那後面呢 才會有所謂的1997年10月22號 跑到實驗生 然後找檢生獸 三天後 檢生獸超調查級的筆錄 製造出六張的稅單 製造加起來31億的稅單 那31億在哪裡 看不到 何寬人 請問你31億在哪裡 32億在哪裡 實驗生 還有檢生獸 請問你在哪裡 請問現在的蘇建龍 故事 32億在哪裡 請蘇部長出來說 如果你不能出來說 你為什麼可以課人家 太秦門81年度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假的 你要再騙 騙多了 人民也知道 人民也會見到你 太噁心了 所以你知道 當時的這個新聞報導 其實當時的新聞報導 只有自由時報沒有報導 其他紅色的 其他銀色的報導都在報導 所以我們講 侯寬人你是 綠色的嗎 在1996年 你絕對都是綠色 還有侯寬人的背景 絕對都是綠色 因為 當時打噴蜜蜜 在打建藏體 這些人 其實都是綠色 也掃黑 都在掃他們 所以我們知道 整個問題 就知道 嚴重性在這 所以我們知道 暗議呢 我們要慢慢來理解 慢慢來澄清 所以太秦門案 我們也知道 你看 1996年的政治掃黑 當時的華務部長 是廖政豪 然後 當時的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 是林峰正 當時的總統 李登輝 沐總統連戰 然後殷中文 其實這些都不是綠色 那在這個體制底下 蕭以辰 周懷蓮警察官 對這個案件都不辦 可是碰到侯寬人 他就把它當做 大案件來做正式證書 所以太秦門案 108個假 已經讓台灣人 覺得台灣人 真的不是華製國家 真的是造假的東西 從 開始 出發給可以造假 程序正義造假 實質正義 政績造假 各36 108個假 這麼嚴重 然後假的東西 還可以辣 這個 行政執行署 新竹分署 就是領獎金 領績效獎 然後還有可以讓 這個 當時的檢舉人 80到84的調查級的人 繼續領錢 那這筆錢 其實都是造假文化出來 然後大家要知道 80 82 83 84 是沒有 是被平反 那為什麼 80 82 83 84的調查級的檢舉人員 還可以領錢 這個領錢是從80到84 所以 華務部 調查級 其實 為了 這個人道跟那個 最近 所謂的 另外一個調查人員有關嗎 盡情的 當然一關 所以我們知道 應該要好好查 所以台灣 如果沒有查出不法 沒有平反 沒有檢舉這些 政府犯罪 台灣就會驗沈淪 台灣不能夠繼續存在這種造假文化 不能夠有這種造假 還可以維持一部分的造假 你製造出的假東西 要平反 全部平反 所以我們知道 檢察官 難前追訴 難前起訴 調查級難前配合 然後 法院行政法院的違反回憶原則 然後按照調查級的筆錄 製造出這個81年的界定案件 但是同樣的案件其他都推翻了 所以台灣還是有很好的稅務人員 很好的檢察官 很好的法務部調查級的人員 很好的行政執行署的人員 有很好的稅務人員 很好的財政部長 那比如說 像上回的嚴慶山 對不對 還有陳聰 這些都是很好的財政部長 但是也有不法 不手法 就是違反租稅法定原則 把人家白的說成黑的 然後不該課稅的課稅 金額也亂做一通 然後 然後這個法務部也有不好的執行署的人 然後 對於 執行太極門案 結果 太極門這抗議 竟然發生 2020年 919 竹北黃媽媽事件 所以 法務部 大部分的行政執行署的人員 都是好的 只有少部分的人 人家你做的 既然是磨漫公務員 既然是有績效的辦大案 你為什麼人家抗議 你就出來說明嗎 你又沒有出來說明 然後你竟然 配合警察 配合地檢署 然後配合一切 然後就把黃媽媽製造 變成他叫PTSD PTSD 就創傷症候警 這個案子還沒解決 所以我們知道 台灣的司法 很多是因為 太極門案引起的 而衍生了蠻多的案子 所以太極門案 真的在這時候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來討論 然後我們的人錢呢 對供錢力造假 暴力 貪圖一定要抵抗 這樣我們才能夠 恢復有所謂的人錢 所謂人錢的意思 就是按照我德國的教授 就是Vivit Hasma 他講的所謂人錢呢 就是人民對於政府的 不公不義的一種抵抗錢的集合 叫做人錢 也就是人錢相對的就是 對於官錢的濫用的抵抗 所以抵抗錢的集合叫做人錢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抵抗 我們就不是人錢國家 所以太極門案 擠牌抵抗 半田討會抵抗 農哥打怪在他們這裡幫忙他 來抵抗 這個就是人錢的走出的正確的一步 我們在做人錢的節目 所以利用公錢力呢 是政府犯罪 然後我們抵抗他呢 就是一個正當的問題 這個人錢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 白色恐怖政治整數 後白色恐怖被毀疊 沒收這些東西 我們都一定要有平反 都要有抵抗 才是一個人錢 所以黃通幫 這個 朱瑞正義的作者 今天來講 就是真的要做人錢的一個教育節目 我們也知道 陳永鑫先生 他很認真 他做一個台灣一屆人物百人造 也就是一屆人物在拯救別人 犧牲自己 這個也重要 這是一個人錢啊 醫生做人錢 所以法律人做人錢 然後我們 稅務機關 我們仍然 目前還有這七殺同法 然後各種程式 人民進去以後 就出不來 所以稅務人員說 你有問題啊 你就去行政處救濟就好了 然後行政救濟 竟然我們的行政法院法官 根本不站在人錢 而站在跟稅務人員同一個角度 把褲子綁在一起 所以有些稅務人員 有些行政法院法官 人民感覺很噁心 但是也有些站在人錢這邊 對於他們做抵抗 人民就覺得我們太棒了 所以我們要對於行政法院的一些法官 要給他補养 非常的棒 但是對於迫害人民的那些濫權的這些稅官 濫權的檢察官 濫權的行政執行署的觀念 我們要抵抗 我們要指出來 你錯了 你照假 你不對 要改正 對不對 所以整個來講 潛力為力 人民一定要 立法機關 一定要定出 維護人錢的立法院 行政機關 要按照人錢作為指導原則 行政機關 要有人錢公務員 而不應該要打殺場的 一些幫派的公務員 來整肅人家 然後司馬機關 也要站在人錢角度 維護人錢 媒體站在人錢角度來維護人錢 這才是我們步入正常國家 正常的良心 正常的誠信正義 正常的實質正義 好 那我請這個黃空光來破何寬人 其實也破這個張聖和 其實也破喜一哲 其實也破那些奇奇怪怪人的 108的甲 也破行政執行處的造假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非常重要 108的甲 他破108的甲 一針破萬甲 所以108的甲 被破光光了 對不對 來請黃空光接著來 來各位大眾 大家好 我這次又再來參加這個 龍舟打怪這個錄影 真正的你看 我也再次要解說 我寫這本書 捍衛獨生之欲 保衛他在人權 寫完以後 才太極門人 才和我有聯繫 才了解太極門案件 剛才陳教授講的那些 迫害法律這些 我不是我專業 我也沒有去想去 所以我不談 我純粹就 我是專業查核 大爾陶洛稅多年的 稅務執行人員 那看太極門的課稅 簡單的講 就是被非法課稅了 被依法律課稅 那我怎麼說 這是非依法律課稅呢 我先講 第一個 他是課稅的主體 課體 還有劃緩適用法律條文 他就是錯的 為什麼 第一個 他指控說 那個太極門師傅 違反稅間積生法的 逃落所得 民國五九十六年的時候 已經經法院判決 他無罪無稅 違反稅間積生法 法院判決 審理事實以後判決 都沒有犯罪的 既然你還在繼續說 他就還是犯罪 他還是要克制補稅處罰 那我就講說 那這個情形 換了多大的問題 第一個 法院當時判決都明顯 我寫歷見這些 寫的 完全我都不知道 法院判決內容這些 結果 好接觸了才知道 判決條理由裡面 都已經明講 這個是 這個是師父的 他一直對師父的贈餘所得 贈餘所得 就是第四條 所得稅法第四條 第一項 第十七款的免稅所得 偏偏 有這個不是查稅的單位的人 就是檢察官 他就認定說 他就是補習班的那個補習會的所得 那五十五年以來 偏偏還留下這個八十一年度 說他一半是要課稅的 另外一半不課稅的 那想想 這是什麼叫做經驗法則 全國各機關 行政院這些通通都不是 法院也判決不是 結果 就偏偏有個檢察官也好 國稅局的人員也好 說那個就是要課稅的補習班所得 這是什麼經驗法則 什麼法律效率 我就質疑這一點 看我們的法制 到底是哪種國家的法制 第二個 那個財政部規定 不是所有逃漏稅 有漏稅 都是違反稅間基增法的那個對型的 財政部95年就有一個解釋 各基增機關各國稅局 他就列舉了七項積極行為 就是說有製造假契約 假證券票券 或者說假的交易人這些東西 有七項 有積極作為去做假的東西了 這個才叫做違反稅間基增法 補稅處罰以外還要移送地檢署偵辦 除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但是太極門的案子 我看完全沒有他那七款規定裡面的任意項 但是他就用水田基增法的那個 事實一條給人家偵辦 這個顯然就是違法 那第二點 那個一般討漏稅 剛剛講一般討漏稅 是沒有用基金作為的 在所得額十萬元以下 或者說他的漏稅額一萬兩千塊以下 他是不划的 那不划的 那好啦 那個超過部分才要划 但是那個不是移送 他沒有行責 他都是漏稅處罰的 那好太極門了 剛剛講 沒有那些他給他辦 而且罰的時候呢 我再看 現在留下來的罰 還罰一倍 那根據財政部訂班的 稅務違章案件 財罰處罰標準 就是違章案件的處罰標準 因為自從82年以後 有財務法庭財罰 改做稅務機關自行財罰以後 他怕人家有爭議說高低不同 所以就列有各種標 雖然所得稅法規定 逃漏稅是兩倍以下 瑞申報的三倍以下 但是那個財罰標準 最高的就是0.5倍 不正當方法逃漏稅 就像法任中的用這樣辦 補他10億 20億 罰他10億 就罰0.5倍 只有太極門 罰他一倍 你看這個也是顯然就是違法 那還有呢 這個是課稅的法令錯誤的地方 你用法條錯誤 免受的你去給人家課稅 就罰了人家真正有違法的 最高0.5倍的 結果你這個沒有那種行為的 還罰人家一倍 這個是光是法條適用就錯誤 法令就錯誤了 那第二個呢 就實體的實際計算數 這個查核逃漏稅啊 我46年前加入那個財政部集合組 現在財政部的賦稅署第五組啊 的時候 當時我的主管 我主長就是調查局科長轉任的 他當時就已經很明確告訴我們 查核逃漏稅準用刑事證據法則 絕對沒有說無證據的去給他推想 推論課稅還罰的 這個你再看看 所有的金錢犯罪 不管是偷拐撞騙搶劫抖這些都好 只要是金錢犯罪 他一定要查金流 就是被害人的什麼支付 那個加害人怎麼收到的 他的有金流 空口白話都是現金給付啊 什麼東西的話 能夠入罪能夠起訴判刑嗎 所有法令都一樣 那好了 我打個差 我記得我以前看過舊的地價稅 以前沒有行政法業 他們是用行事法業來課地價稅的 所以當時是真的用行事訴訟法 後來有的行政法業 他們有行政訴訟法 行政的程序法 結果變成更不一樣了 所以變成現在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我 所以以前沒有行政法業 沒有行政訴訟法 以前的地價稅 他們還是台北地方法業 行事停在那裡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上次嚴部長有提到 就是說國外絕對是所有 我只要是對人民的義務存存服 就一定要經過法院的判決 只有我們這裡 才獨立出來一個行政法院的體系 但是 因為行政法院 就不是按照民事庭 按照行事庭 而且要關關將路嗎 這些我都不知道 但是 大部分行政法院 還是按照站在人權裡面 小部分的行政法院 尤其不是台北的 也不是高雄的 中間那一部分的 他們都站在奇怪的地方 站在打壓的民 霸凌的民 所以這樣很不好 但是好我就講 所以我剛才提到了 課稅處分 逃漏稅 也是犯罪的一種 所以也有圖刑的那種條文 那他也是犯罪的 只是說他現在是行政處分 課稅處分 所以我剛才才會講說 我們的長官從開始就告 那我來問 侯寬人對太極門的案 還有這個張聖和 還有這個那個叫做過世的 那個叫什麼名字 許醫者 許醫者 他們對太極門案 有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真的 就是愛錢是真的 其他都不是真的 這個我說實在話 他們本事是不是愛錢 你不清楚 我不清楚 我不能這樣講 但是其中一個 我是真的 我其中一個 我是真的就是說 我領教過他的領導 就是說 他就是在哪裡服務的時候 寄了多少工 寄了什麼東西 所有競賽 你就是給我拿第一名 但是 所以接著他下來 就說我是老二哲學 所以他就是要求同仁不俗 就是說有什麼比賽 有什麼 你就給我拿第一名 但是怎麼拿第一名 從來不講 只問結果 只問結果 我不告訴你們 也不問你們的過程 我想 這時候是進張來進行的 這個 我上次有講過 沒有啦 本來都不提 為什麼人家已經走了 你就不要再提了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 你剛剛提到這些 我寫這本書 我才講說 還真的是為太極門寫的 而且是一模一樣 因為現在 我寫這裡就是說 現在為什麼 國稅局核定稅額 如果當年 他就 換個太極門一馬 現在你要搞不好 人家都知道 現在還可以繼續做下去 就是他不換 所以現在 變成所有人幾乎都知道 尤其一些些 大家更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我一直講 上次我也提過 那個死月生 我相信他也是在當時的壓力之下 也是上一次來 大家才知道 他又在去年的8月走了 他都比我年輕 他都比我年輕 但是就是 到底是 所謂 史葉森講過真話 他說 他們辦事業人員 也沒有像佛寬人這麼亂搞 但是他為了佛寬人 做出這件事 他本來想要出來講話 其實也許他出來講話 他的比煙海也就會好 但是他就一直 猶疑不敢出來講話 所以後來也真的 也不是因為比煙海走 因為在2020年 突然有一天就走 對 就是說 不管什麼 其實 真正 就我的觀察 做到朋友 人在心情郁悶的時候 最容易引發這些 這些疾病 真的 真的 最好 你郁悶 或者說 自主力 最鼓勵 其實那麼多問題 在家裡慢慢一個一個一個交易 這個 就是說 先提外話 我現在純粹要講的就是說 太極梅現在講了那麼多年 其實歸根就結了 就是 國稅局 根據 侯官的檢察官的那些起訴資料 去給人家非法課稅 非法課稅什麼意思 大法官解釋最多 因為我們的法律訂定 再去解釋 但是呢 大法官會議解釋 現在800號 801號 有關租稅法定原則 就是租稅法律主義的解釋 100多號 這樣1%強喔 你只要把這些大法官解釋 裡面說有違憲違法違憲的解釋 要消除的 那個不能再做 所以人民發聲要申請大法官 竟然都是在稅務案件 台灣稅務案件問題重重而已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什麼原因 就是我那個上次那個原部長 一年一二十三的時候 和我同台講的一樣 其實可以檢查大法官的名額 只要這個財政部長 讓黃空光來做 按照法定原則 就不會有問題了 只要 我現在是在講 只要所有山餘稅務人員 從財政部到國稅局的人 現在去把大法官解釋 租稅法律主義就是法定原則的解釋 有違憲的也不過40多則 我剛才講過有個大法官叫劉鐵珍 是不是 那蔡英文最喜歡的大法官 所以蔡英文也可以找劉鐵珍來當財政部長 其實也就不會有問題 那現在蘇建龍 你也可以把大法官解釋 好好回讀 那你也可以 就變成一個很棒的財政部長 對不對 就可以跟袁靜章 跟陳聰 這樣很好啊 所以其實我剛才講 我們是用大陸法系的那個一百多條 其他就是法定原則而已 其他都是解釋 但是大法官對租稅法律主義的解釋 就是限制說你不能隨便解釋 把這個法定原則 預約這些法定原則 所以大法官解釋就會有提到的 就是租稅違反 憲法原則的就是五條 一個是平等原則 一個是15條的那個生存權 生命權財產權那個 避免保障 然後是19條的 依法律納稅義務 就是法律規定的義務 然後就是16條的訴訟 訴訟訴訟權保障 第23條的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 所以我是想說今天 再怎麼去 只要把大法官解釋 當教材就OK了 蔡英文請這個劉鐵珍 來當財政部長 然後蔡英文的司法改革 最好改革就是 No.1 如果現在找蘇建宏 看蘇建宏最近的表現 又沒有勇氣對不對 不然我們可以 蘇建宏有表現 就台灣會更好啊 對啊 劉鐵珍當財政部長 那我之後要存依法論法 依稅法論法 那剛才講接下來 就是剛才 法條錯誤的部分已經講了 現在就講實體的 這個你看呢 12月19 85年12月19 一查 查到61萬的銀行 結果第二天報紙 居然就是說 有31億的逃落收入 不管是炸氣也好 補習盤收費 就有31萬 我還說 那他為什麼講31億呢 因為他幾次3億冰淇淋 就講31億 那我後來想說 最可惡的是3億冰淇淋 我是想說 這怎麼寫小說也推不出來的 怎麼會這樣 原來我想 5千啊 我在用數字推想 大概就是61萬乘以5千倍 那好啦 他還不敢用1萬倍 如果1萬倍 就被萬億被拆穿了 他就5千倍 然後呢 才製造 怎麼湊合5千 就31億的那個 筆錄啦 證據那些 因為他當天 沒有做完 他就可以把台灣的國民所的身為5千倍 然後 我現在那麼厲害 我就講實際的 我們專責查核大爾討論的時候 現在的財政部付稅是第五組 付稅屬第五組 去看看他們每年的查審 所謂績效查到多少 我敢說 大概不會超過3千萬一個人 但是自從太極門這種課稅 以後 以後就 很多 我講的 我寫這篇書的 用推想的 所以以前的財政部長 公公什麼法 自從1996以後就開始總編 以後 以後啊 就是我這邊裡面的 用推想的 沒有證據的 用利益啊 用課稅的 用課稅的 就我說包括 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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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樣子可以的話 集合組趕快 趕快去掉 不要了 你 所以是造假文化 所以劉緬拿第一名就是造假 這個 然後也沒有經驗 也沒有證據 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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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錢人 栽贓一點 查到他 查到他車上有兩公克海洛因栽贓 然後就說 他是販毒的 證據說 賣了多少幾千公斤的海洛因 賺得衝衝衝衝 不是這個意思 我有出過一本真計劃 然後人家栽贓 跟你銀險像 你車尾箱打開 然後就丟一般海洛因 然後你就說 怎麼會有很多人 你手進摩不行 有指紋 所以這死的就不要摸 就說 走啊 送建定我這個拍照啊 都不要摸 然後裡頭呢 就沒有你的指紋 沒有我的指紋 怎麼會畫在我旁邊 所以大家要知道 要黃患自己 所以你知道919 他要栽贓我 其實我們都有懂政經法 我們知道如何黃患 所以我們也知道 國家要害你 對不對 警察有些不好的警察要害你 丟海洛因在你的車廂 你竟然手要去摸 對不對 摸了你就死了 這是你讀法的 你是法學專家知道 老百姓可不知道啊 沒有 現在教大家 所以我講的是說 所有金錢犯罪 任何金錢犯罪去侵犯的 哪有沒查人家的金流 沒有金流 沒有金流 我就說你有多少患罪所的 我看你的眼神就有心流啊 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講說 奇怪了 到底我們的法學訓練 在這裡我要 我這裡要請教 那個不是我教的 不是我是講是法學教 法學教育的時候 那個學校我教過一年 法學教育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教 什麼叫做政紀法則 什麼叫做經驗法則 有啊 但是從1986以後 他就整個毀掉了政紀法 毀掉國籍啊 但是真正還是這裡 真正的還是這樣 所有檢察官的他的能力訓練培養 這是很特殊的 台灣法制史上 非常特殊的 對啊 而且我才會講說 怎麼會有 因為所有檢察官的真正 是不是有能力啊 有啊 就是發掘事實真相 發掘什麼事實真相 就是犯罪人的犯罪證據 沒有 人家沒有犯罪 也可以製造出人家犯罪的證據 人家沒有欠稅 也可以製造出人家欠稅的東西 那我想這個是什麼法律啊 哪一國有這種 我們是從外國學的嘛 說實在話所有社會科學後進國家都在國外 所以我講說 然後見到太極馬拉雅才知道 原來還有這樣子 沒有 其實有 其實在借齡時期 那個叫包啟黃 就有啊 那借齡時期的精華官 有啊 還有納粹 恐怖時代 沒有 白氏恐怖都有啊 所以我才要講的就是說 我今天只是講說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課稅 還不敢認錯 還不願意認錯的 為什麼 認錯他就完了 認錯 我告訴你 法律已經 我們的法律已經 我們的法律已經定得很寬厚了 我們的法律已經定得很寬厚了 稅間基增法第28條第二項 是民國98年才真定的 真定條文怎麼寫 納稅義務人 因 稅間基增機關 適用法律錯誤 或計算錯誤 或計算錯誤 他的那個 一繳稅額 基增機關 一執息後 兩年內自重查明退還 不限年限 那我講說 像這些 亡法課稅 非法課稅 他不就是適用法律錯誤 他不就是積穿錯誤 你這樣實體錯誤 用60億 現在來講 國稅級財政部長要不要改 然後如果不改 我們只要請油體正在幫忙 再不改呢 那就完了 沒有啊 告啊 告 告 法律是 法院是不告不理的 好 這樣做 好 我們希望這個案件還有一些公證的 稅務人員公證的失望 因為只有採起訴訟 對不對 我們好意讓你說法律都已經 28條都已經告訴你這樣 你前面可以說我不知道 那我現在先告訴你說你這樣子 你總知道了吧 那你知道了 你還說我不改 那當然就是你就是 刑法129條的非法違法徵收 也是那個國家侵犯人民的財產權 當然要退回的 哪個國家可以非依法律課稅的 而且是用憑空想像的所得何去課稅的 照假啊 你起碼還有一點點事實啊 對啊 所以我在講說 今天你們太極門的很清楚啊 你去查明公告 我太極門師父民國85年12月19號的 銀行存款除了查獲60億萬 沒有進去的61萬 其他不動產只有多少 取得成本 加起來 可能只有三兩千萬啦 取得成本 結果你說 我那個6年 那個85年還沒申報的人 你就再說人家逃漏稅了 人家86年3月底申報以後 你才可能調查人家有沒有逃漏稅的 這五千倍怎麼來啊 他自己成的啊 他有 對不對 61萬乘以五千倍才會31億嘛 所以說這個東西 哪有說人家換金錢換罪的東西 沒有看到錢的 就是說用你推想的 拜託這個東西這是什麼法律 我相信法務部啊 不要把它這個當保 所以你們要怎麼把人家處分 你們 老百姓說實在話的 有處理就好 他也沒辦法 也不會追究他 你一定要哪裡 但是你不能裝作啞 就這樣子 非常感謝 黃昆君光他今天提供這麼好的意見 然後我們再給你半秒鐘 半秒鐘 講一下 總歸就是說 出稅正義就是依法課稅 這個是民主法治國家 治國 不是黨派不是什麼 你要從政你要治國 就必須遵守的建議 是啊 這個 哪一國的總統也好 元首這些 可以對租稅不公平那些 來說不講話的 然後呢 蔡英文總統你要聽喔 看看美國 每次總統要 總統現在要特色的 絕對裡面很多是逃漏稅罪的 罪行特色 但是那個逃漏稅可不能特色的 你還是繳的只是刑起 我給你特色 不然你該真的你不爭 不該課的你給人家課 對 那個是什麼治國啊 這點必須我要講的 然後透過馬力來平反 感謝你 今天真心愛台灣 真心愛總統 真心愛台灣的立法行政 施法媒體 真心愛我們人民 愛人錢 人錢萬歲 只有人錢 才有真相 只有人錢 才能夠對於國家的 這種亂罪 產生抵抗 才是抵抗錢 是我們的人錢 謝謝大家 這個龍哥打怪 第18集 然後祝明天 這個元宵節快樂 大家把這個節目傳出去 讓它更多人來看 謝謝大家 拜拜 咳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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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